讲现在咱们国家是有4600万胖人 叫肥胖 然后3亿多超重 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 发现肥胖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 这说明啊 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 这个多胖多福 连那个也改了 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 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 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着个大肚子 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 没脱贫 不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 为这个肥胖在审美上 殴割一下 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 就减肥这个观念 是在20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 你回想一下哪怕是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 20世纪中期的时候 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用马力联盟录 你举个例子 丰满啊 你拿他的身材到今天来看 这不能叫标准身材 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 但是再下来是越来越瘦了 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 或者市场经济 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 就是他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 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叫肥胖歧视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如果是胖的话 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 就比如同样你要我要招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来十个人 那首先那六个胖的都被刷下去 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 有性别歧视 有种族歧视 现在还有肥胖歧视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的理由 就是认为肥胖的人 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不负责的人 不对自己负责 也不能对公司负责 不能对工作负责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瘦就变成了一种 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 美学的体现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 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偏见 穷人就往往自制力 就不如那些个经营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 你就这个里边他 你笑什么 是说起谁来了 没有 就是你看他实际上 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 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低 而是说呢 他每天忙于这个谋生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 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 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 这个你像比如送外卖的 他这强撑着这个意志力 风里来雨里去的 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下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 喝瓶可乐 看电视就说没错了 我经验 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 他的那种 他说啊 比如他开车 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去早点睡 他说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啊 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呀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 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 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 非常焦虑 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呢 中国女性 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 有这个焦虑吗 有啊 有这个 女人多 女人比男人多 当然因为她无时无刻都处在这种 这个公众形象所造成的理想身体 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 非常痛苦 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她就很瘦嘛 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来激励自己 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减肥的骗书 说一定要买小一码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 穿不进去就哭嘛 然后就每天都恨自己 对 然后每次她就这个 就是自虐啊 她就这个抢过来穿 她说你看我穿比你好看 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苦 那是什么同学 没有呢 我也说那确实这个觉得好看 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 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 你这个peer pressure就到了一个顶点 就每天都非常痛苦 这还不是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 还给你带来的焦虑 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女生带来 她就比你瘦一点 对 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的 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 就爱吃对吧 爱美食 但是呢有一样 就是我周围的女性 我真的发现怎么 她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你看吴小丽也好 哥辉也好 对吧 就是小男也好 生了孩子 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 生了孩子没过俩月 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这是怎么 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 她克服这些东西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的体态 跟男性的体态 女性更不能容忍去肥胖 男性还可以 男性我刚才在想 那个西装那东西它害人 西装你胖点吧 它不显 还显得挺精神的 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穿西装能穿 但穿中装穿不了 中装特别怕人胖 一胖那肚子就跟球似的 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 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 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就说明就是 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对 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心 对对对对 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女人就不能穿西装 女人必须穿裙子 恰恰你看到是社会对男女的 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没想过 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 我们任时节同行 那些女主持 生活孩子一个月回来 比生孩子钱还瘦 瘦得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 是多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 你放心这种公平你给许个回 他也不要 对我知道 但是就是恰恰是 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 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 那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其事 对吧 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 总会看到一个女的 觉得她漂亮受吸引 这个是本能吧 那么好 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 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 很胖的时候 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 当然会 但是问题是 我怎么去判断 谁更有吸引力 这个框架 这个想法 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 18世纪的那些欧洲游画 里面那些号称美女 你别说18世纪 一直到6世纪 西班牙哥雅画的那些 什么脱衣的马哈 穿衣的马哈 你看那个女的胖的 就一个一堆肉躺在床上 然后在当年的认为 绝世美女 你今天看你会觉得 有吸引力吗 你不会 但所以可见 就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 那也比马杆有吸引力 这个 这还别说 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 胖的历史 比受以受为美的历史长 长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 主要是保留在脑鲁 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 说也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讲了 全世界啊 最胖的七个国家 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 对 其中 是 胖之最是脑鲁 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 都是大胖子 是 人一胖脑鲁 以胖为美 这个还不 这种以胖为美 其实是 他们很悲惨的 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 岛国的人 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 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 不能说继承 是延续了我们社会 所有的社会 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 只不过很悲惨的是 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 因为你知道胖 我们常常说 就是像马云刚刚说 你吃东西容易胖 40多岁 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 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 这种基因是本来 让你活命的基因 那所以你刚刚说 脑鲁那些国家就是这样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 就有个特点 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 受美国影响 你看夏威夷就知道 吃那个食配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 吃都受美国影响 高脂肪 高淀粉 高盐粉 对吧 全吃那些玩意儿 他们吃的 他们过去的祖先 那日子多难 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 出去打鱼 怎么的 然后一下子 这太难了 吃啊 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 所以我在想很多 你说中国的50后啊 60后 他们这个很胖 就是看到 而且就会中年发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 就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就像我去看 原来这个墨洋 也是墨洋老师写 他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 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 三餐都能吃饺子 他觉得 哎呀 当作家就有饺子吃 所以他现在也吃的 白白胖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胖胖 拿了奖之后 吃的更白白胖胖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 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我觉得是你看中国人 坦白讲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 中国人有饥饿基因 不是中国人 全世界 就人类能够在实物上不去计较 美国人是两代人 我们就是一代人 我们父辈那一代 都得饿 就是放开吃 没有过 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 就是我在香港 因为就做家务顾不过来 就有一个请了一个飞用 那这个飞用呢 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 做什么 他都得问我 这先生想吃什么 后来呢 就做了一个月 他就那个很纳闷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先生 我觉得呢 我在你们家很清闲 就是 你不吃东西 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 天天做鲍鱼 对 我就说我那不吃 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 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 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 对后来他觉得很想做饭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 就说你看 我们从这个菲律宾 跑到香港来 辛辛苦苦 去做这个这个费用 对吧 挣点钱 我们就是希望 不是 就想自己吃顿好的 想吃点好的 您呢 还是花钱雇我的 怎么您整天吃的 连我们都不如呢 不是 他还有一个问题 不吃呢 说那你每天 那么辛苦工作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这是个哲学问题 你没听过 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 你吃的不好 影响他吃 主人吃的越好 用人家 你要炒盘青菜 人家想吃肉了 整天炒一帮吃菜 有道理 对不对 你啥也不做 人家天天 想着来香港吃肉了 你一个大家族 天天百业 你剩的都是好东西 你吃不光 你这好 吃青菜 他只能吃糖 两天不吃饭 第三天找一素菜 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炖条鱼 应该是劳公署告你 虐待 没错 人费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 是吧 整天吃草 但是我就是说 你看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就是说 有些时候 容易像文道说的 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这个歧视 就是说 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的 你就比如说 所谓富贵人 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 那的确 它的那种自制力 其实是表现在 它有能力 或者有资源 或者有权利 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他们都说了 您在当老板呢 您说什么时候开会 是您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这个打工的 我躺在床上 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 邦当我就去 我的什么计划 对吧 而且你看 为什么我就说 说连意志力 可能都有跟这个有关系 我到这个巴黎岛 巴黎岛就去旅游 碰见那个 讲华语的那个导游 他给我讲一个 你也是没想到的 他说我们导游 不能跟导游结婚 导游跟导游结婚的都离婚 在巴黎岛至少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一般都在旅游忘记离婚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他说我们白天 你这游客 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照照我们 没鼻子没眼就骂 我们都得笑点 夫妻俩都是这样 带了一天团 你知道晚上回家 就是说意志力 也是个生理资源 有极限的 你白天透支了 太多的自控力 晚上一回家 他说没来由的 两口子 往往就是谁先来 快就开始了 就是hold不住的 就要吵架打架 完全忍不住 发泄 发泄 就专专发泄 所以往往一到旅游忘记 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 你就可以想到 你用到这个减肥 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 去分配时间 还有一点也很惨 就做服务业的人 今天的这种管理 已经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模式 叫情绪管理 你今天我们常常看 很多人教人情绪管理 但你仔细想想 情绪管理是怎么回事 情绪管理这个东西 通常用来教导的 就是做服务业的人 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 一个餐厅里面的 一个服务生 你看到客人 你要笑 你要礼貌 然后他还要教你 你不能够只是 光是口说欢迎光临 你心里要真觉得 太欢迎您光临 让你整个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那种感受 让对方知道 然后如果对方什么不高兴 折磨你 或者说骂你 然后你要忍气吞声 为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 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你想想看 现在这种管理要求 他不是管理一般的员工工人 他在管理你里的灵魂 他在要求把一个人 彻底从灵魂深处来改造 所以我觉得 现代的市场经济 很残酷的一点 就是他在让每一个人 连自己情绪本来 我觉得是我们 不用带来上班的东西 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里面的七情六欲 是我很个人的 这个老板怎么样 跟我这个无关 但现在我连这个 都要交出去 你知道吗 要被你管理 你甚至就是 就是你看那个很多公司 尤其是很多互联网企业 那个我到他们那参观 那个柱子上都贴着 你有没有像狼一样 我说这是动物园吗 狼性 对吧 狼性文化 什么狼性团队 甚至就是在大门口 公司大门口 都要那个咆哮的 今天我都要怎么样 哗就出去了 传销经济 对 文道说了一个 这个很深的一个人类行为 这个行为呢 就是说 限制自己嘛 这个行为最可怕的 你知道在什么人身上最重吗 拿高工资的人 身上最重 因为拿高工资的人呢 他会为这份高工资委屈求全 我碰了过很多拿高工资的人 所谓拿高工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人的就值一万块钱 但是他找了一份拿两万块钱的工作 这时候他所有的委屈能吞 如果他值一万块钱 他要拿了八千块钱 你敢刺他 你客人敢一点不好 他当场就炸了 但是呢 他突然拿一两万 有一万块钱拿着他 就是他拿了高工资 这时候他就特别容易委屈自己 因为他不委屈不行啊 所以就 这种高收入呢 抑制了很多白脸 我见过很多白脸苦闷啊 所以我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白脸 这也跟减肥相关 他即使拿着这个高工资 他都不能活得很有尊严 甚至都不能吃得很有尊严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上班组啊 我们不说这个中低层收入的城市的人 他们即使是在写字楼里面 你看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午餐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屈辱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大的写字楼 写字楼集中的地方 其实吃东西的地方就那么几家 然后呢也不可能是太贵的 所以大部分人 他都是在这个711排队 那最后你到晚了 反正排到你什么都是不好吃的 然后这个重油的 那也没办法就只能吃 那下午还这个有点零食 在办公室吃 所以他不可能不怕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什么所谓的这个 这个不是有钱人 就是不是有钱人就减不了肥 我觉得还是客观条件限制 他没有办法吃得很有尊严 即使约收入两万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一个小小的午餐 能够吃得好的问题 但我觉得方作 他们还算比较好的 幸运 已经算幸运的了 也不算比较好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谁都有谁的 一本难念的经 真的 你就是不说劳动人民辛苦 我跟你说 所谓这些白领 甚至这些高层 你知道他有一种什么啊 其实就说这个收入越高 交际的圈子越高 或者说自己感觉自己越有身份 某种程度上讲呢 对自己要求也就多 你知道有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总 咱们知道有那个过劳死的 死在跑步机上的 你就理解那种心理吗 我就想起有一次宋丹丹 就说 他说我们演员怎么能胖呢 你爸胖 你都没有职业道德的 对吧 你一定要维持一起 他说我就跟我家人说啊 你晚上12点回家怎么了 晚上12点回家 你也能走跑步机 为什么不锻炼 但是我就由此想到恰恰 你知道有的这个 比如说公司里的这个老总 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社交圈呢 又是咱们所谓的 都是人五人六的 西装革履的 体型苗条 橄榄色的 你知道这个人呢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全方位的 就是说我工作要做好 但是呢 我出去在我们这个经理的 这个社交层 显得有衔接层 有款 有型 所以你像他是这么打造自己的 就是他可能半夜12点回来 该锻炼锻炼一定不能胖 开这个太阳灯 对甚至就 我身身晒的皮肤 但是你想这么多的压力 他压在自己身上啊 他可能就过劳死了 你想想 那你说的这些啊 对不起 他说的 他说的这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人呢 他的 就是我们这改革开放 这些年已经形成一个强烈的意识 每个挣钱的人 都会超出自我能力的消费 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按照今天的时候 一百两生三万块钱不少了吧 但他要拎很昂贵的包 穿很昂贵的衣服 他大部分收入就支撑到那儿去了 他并不比别人幸福 他就是拎着这包 你要是对面有一人懂这包 说你这包不错 他就特高兴 你要熟视无睹 他从内心恨你这种有眼无珠的人 对不对 我拎着我俩一个工资就来了 让你瞧瞧 你没瞧见 所以他高收入呢 他尽管就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 是他自我觉得 这份工资已经超出我的应该的那个收入 第二个问题是我拿了这份高公资 寻求了更高的一种生活 他痛苦是叠加的 所以啊 这个就很悲惨啊 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方舟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就是说就也是研究中国越来越胖嘛 然后但是这个 诸多的坏处 只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提出了肥胖对于中国的好处 就是说因为 就是解决了养老金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胖人啊 他的寿命叫 寿的人比较短 所以呢 这个就解决了解决了养老金的问题 这什么学生 这是唯一的一个研究中国问题 这是好处是吗 你们俩 你们俩一个是马克思 一个是法西斯 所有的矛盾都是人类自我一见一点一点生成的 就我刚才说了 你拿了一个高工资 你心里可得意 你买了个好包 你心里也得意 但你付出了很多代价 最大代价是什么 就我去一个公司 这公司二三十个女的吧 全都找不到男朋友 为什么 工资高 好事吧 工资高是好事吧 但都找不着男朋友 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呢 结果被一个人给说中了 那人说 这事简单 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人 挺好的女孩 怎么找不到男朋友 他说你看啊 他们这里 挣钱最少的 就是那人 那人挣两万多 说这屋里挣的多的 都是三五万块钱 你说这点钱吧 找个男朋友 还很难找这一匹配的 说那男朋友挣的少吧 他不敢 他觉得男的花他钱了 说大老板呢 又看不上你这点钱 就是你这钱又不够数 说很尴尬的活着 男朋友没有 就是天天最大的乐趣 到酒吧抽门烟 人家那抽烟 我再跟你学学 那抽烟是这样 有文化的白脸抽烟 拿烟都不一样 我这不抽烟的 我观察 咱这抽烟 不就这么拿个烟抽吗 人家不是 人家把烟夹这儿 插一个指头 夹这儿吐了 夹这儿吐了 得夹这儿 夹这儿吸一口以后 愁云满布 都这么举着烟 我说这条多的愁 挣这么多钱 天天的就这么过日子 也不快乐 好在就是没胖 再胖就彻底完了 而且你说这女的胖了 我还想有时候男女两个人谈恋爱啊 其实男的比较吃亏 你知道吗 因为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我身边 男的吃亏 你听我说 就是我身边好多男的 一谈恋爱就胖了 后来我有一个哥们就说 我这谈恋爱 我给他起外号叫巴顿将军 你知道因为女的吧 吃的少 吃的多 他说我跟他出去逛街 每次点一些东西 剩下的多 一会儿一个甜品店 他出去来个甜品店 他就吃几口 剩下的我全吃了 他还有一回到一拉面馆 他也要吃 一天这女的能吃巴顿 大部分都是进这两口 男的全包圆了 所以这男的更胖 因此说到底 还是你要想维持身材 怎么着都得有个 自我管理 怎么着都得有个自制力 但是呢 咱今天就说到一个事上 就是说什么呢 广大的这个 中低收入阶层的人 这个劳动人民 他也得有这样的条件 是吧 有这样的时间 有这样的这个心气 能够让他做到这样 而且有时候还得承受着那些 所谓中高端人士 收入高的人士的这种 发脾气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呢 如果您是自认为 是精英人士的话 那么你应该比别人 有更大的这个自控力 不管是在对下属的 这个态度上 还是在自己身体的 这个管理上 情绪的管理上 都应该对自己啊 有更大的这个自控能力 对吧 这样呢 才能这个什么嘛 锐意前行嘛 说得好锐意前行 这个有广告啊 关键词 关键词 有赞助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事啊 可以 先去 人民币 人民币